好 花联盛政府呢是积极的推动青少年创新创业 设立花联新创基地并且提供各项资源 助力青创团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2025年进驻招募宪政开放申请当中 收建期间是2024年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 进驻招募说明会10月的14号在花联的新创基地来办理 花联新创基地为进驻团队提供独立办公室空间 以及公共空间并以系统性创业培立课程 带领团队结合实现经验和专业知识 透过业师陪跑辅导制度 让新团队获得最契合的专业监狱以及发展规划 定期办理小聚交流活动 促进团队拓展商业人脉 创造合作机会 积极美和团队获得计划或是资金等场观研究资源 办理县外参访活动 增进县外新创业者交流等等 先不期盼透过多元资源的益助 让新创团队能够在合作中享受资源 促进花联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 花联现场许正会积极推动青年政策 中年来的创业辅导以及领域累积的丰厚资源 并且透过新创基地进驻团队陪跑制度 转化为实际的创业成果 先不希望透过辅助的计划 让青年在这片土地上 沃土上茁壮成长 并且促进青年之间的学习交流 吸收共创业和蓬勃发展的创业新生态 记得喜欢花联大 接下来的计创业和蓬勃发展的创业 接下来的计创业和蓬勃发展的创业